2月24日,天下娘奶回娘家活动在福州参商临水夫人陈静姑故居登场,30余家宫庙的陈静姑姓术文化传承人带着各自宫庙共奉的顺天圣母金生回到故居醒亲。 当天上午,福州工农路上古月齐鸣炮足大作,来自各地的顺天圣母陈静姑金生陆续抵达福州陈静姑故居,拉开了天下娘奶回娘家民族活动的序幕。 记者注意到,不少宫庙都是盛装出行,游行的队伍规模庞大,沿袭传统礼制。 我们每年都回到这里来,故居这边有组织活动,我们每年都来祭拜圣天圣母。 固居内,各地的陈静姑姓众不分彼此,同叩手共祈福又平安,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逐观赏。 记者了解到,天下娘奶回娘家活动是历届闽台沉静姑民俗文化节的保留项目。 活动邀请闽台两地沉静姑公庙代表,护送各自公庙供奉的顺天圣母金生回到沉静姑故居。 以传统省亲回娘家的习俗,凸显沉静姑文化节的传统民俗内涵。 那今年的一个主会场是在台湾,所以我们在3月1号主团赴台进行这个文化节的交流活动。 那今天我们举办的这个是天下娘奶回娘家。 沉静姑故居是沉静姑的出生地,那每年呢,正月的福州的女孩子都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 所以呢,隔地的林水妇人会在今天回娘家来省亲。 大家都带着哥斯加尔迷俗队伍来进行掌业。 那希望呢,通过这些活动来呢,弘扬我们非物质文化, 展示两岸的这个同根同源的一个这个姓俗文化, 那两岸的人民呢,各能感受两岸一家亲。 沉静姑这个每一年都是文化节都有嘛, 今年我们到台湾去,就民间的交流最好。 顺天圣母林水夫人沉静姑被誉为旧产护胎幼名的妇女儿童保护神。 2008年,沉静姑姓俗文化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